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说美杰 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呢 不太适合你来谈 因为我不是很适合小鲜肉话题吗 突然变成老辣肉 主要因为实在别的男的不来了 不是不是 因为这个话题牵涉到 将来讨论到一些司法的问题 有台湾跟内地法律的比较 两岸三地嘛 对吧 而且这样一个话题 如果是两个男的谈 有时候最后会谈的 反正更不好意思 是吧 就是这个 谈出感情来 对对对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 咱们这个立法的问题 我先向你征求 台湾的强奸罪 受害人 包括男的吗 包括男性 从什么时候改的 我记得也没有几年的时间 以前也不是 但是我刚刚有特别找了一下 强奸罪的话 如果是分男女 美国到2012年1月份 才把男性作为强奸罪受害者 德国是1998年 韩国是2013年 都是才改的 其实法律本来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 然后以前呢 你并没有觉得男性会成为 就是强奸的受害者 这是 这是一整过程上的 就是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就觉得说男生不可能 所以他们没有把他保护在里面 但是随着后来法律严禁 还有观念的不同 我们才慢慢慢慢 像国际法庭 现在也是包括男性 就国际法庭 也把男性作为 可以是强奸爱的受害者 不是 但徐老师 为什么 如果是这么讲的话 为什么我有一个很清晰的记忆 我在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审判 都是要贴一个 大字报 那个打印的贴在墙上 到处贴的 我就记得 我到现在就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判四个女的强奸罪 就是他们强奸了一个男的 我当时还在想 我说这挺逗的 这是怎么强奸的呢 但这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 那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过去 因为在中国现在法律有案可查 你现在上网 马上可以查到 这强奸罪就是对女子的 对 它就是针对妇女的 只对女性 违反女性意志 强行进行性行为 那可能是我这个童年记忆 有阴影了 是吧 就是表达了你心中某种 暗暗的渴望 也可能 这一辈子的女人 就这么结下了 也可能 你看你这个严多必失吧 四个女的强奸罪 这什么境界啊 你这个思想 正是现在要批判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过这个 就是说立法当中 反映了人们落后的意识 过去为什么 没有把男人当成强奸的 受害人来 就是存在着 徐老师这种思想 觉得男的 你总是好事吧 你这家伙 你考虑到了果园大爷的心情 我觉得果园大爷真的非常的可怜 原因是 如果是在 就是如果以看一个报道来说 如果是女性被强奸的话 其实他所有的讯息 都是会被保护的 就是说你的细节地点 什么什么的 然后照片什么 都会被处理的非常的好 但是这件 他的他一出来 就是他的侧一点 他有细节吗 就是有细节 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 对方是在哪里哪里 然后干嘛干嘛 什么什么 在果园的哪里 都会出来 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人呢 也很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民间 有很多稀奇古怪 稀奇古怪的事情 你比如我先给你是讲果园大爷 我先给你讲另一个 你就觉得稀奇古怪 就是说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 在钱塘江的那个低檐上 说碰见了个中年男人 说什么时候碰见了呢 凌晨三点 你觉得很奇怪 你去干啥 对 说凌晨三点呢 他躺在那个梯檐上睡觉 然后呢 醒来之后呢 就就是跟这个中年男人聊了会儿 说他就睡在那个梯檐上 醒来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链啊 被拉开了 然后呢 说他跟这个中年男人 就一块去公厕上厕所 后来那个中年男人呢 就说要喝他的尿 然后他觉得有问题 然后去报警 警察这一审 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 趁他在钱塘江低檐上睡着的时候 拉开裤链侵犯了他 哎 就 我现在看这种报道 我觉得不可思议 嗯 就是凌晨三点 这俩子怎么回事呢 不回家睡觉 嘿 江边比较凉 就是很多事 就像就像果园 这个也是这个情况 说有一人骑摩托车 哗 晚上七点到这个果园旁边 然后呢 这大爷跟他聊了一会儿 说这个人就走了 嗯 走了回来晚上十一点又回来 说蹲那抽烟 抽烟呢 大爷一看不跟他说话 就回这个棚子里去了 结果没想到这人 抽完几根烟之后 呈 把烟头一碾掉 呈就上去 把大爷脱光衣服绑起来 绑起来 嗯 强行侵犯 而且呢 强行侵犯问题在于呢 还有后续 说完了之后啊 说还要第二次 然后这大爷 好像他还说 他是憋了很久了 说他是同性恋 嗯 说伴侣不在 对 就是找大爷 太上他 然后呢 到最后就是说 大爷也是怎么脱身的呢 大爷就是说 哎 我在那边打了个兔子 你可以去拿 这人就还想吃兔子肉 就真的去拿兔子 这时候大爷藏一下 逃了 躲身在这个灌木丛中 然后这个人还拿手电筒找半天 没找着 大爷吓得多嘴 然后走了 最后报警 你说这是什么事呢 我觉得这都是 他那个大爷就对中国的司法建设进程 将会起重大贡献 你还别说 他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看完这个报道 当然就是很多人都是抱持一种 哇 看戏的心态 可是确实 他们说如果说按照中国现行和法律的话 他可能包括什么 呃 猥亵啊 信教 什么都不行 他可能就被关个几天 他就自由了 可以控告他 故意伤害罪 就叫故意伤害罪 但是你想这事情滑稽不滑稽 嗯 故意伤害罪是你 我平下来打你 对不对 这叫故意伤害罪 如果最后我们中国的法律 对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这个果园大爷这个事情 最后是以故意伤害罪 来判另外那个人 而且那个人好像 他他现在是承认呢 还是有没有反共或者怎么的 反正那个人已经抓到了 对抓到了抓到了 冒岛说是涉嫌这个强暴大爷啊 就不是以前有判例的 嗯 以前有判例 这种有难的就是强暴难的 然后就是你说的 故意伤害罪 但是你看这个里边有个法律上 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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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微微微问题 就是说你故意伤害罪呢 他是轻伤 对 轻伤判的就很轻 对 但是呢 所以他们就讲 说我国法律 其实过去一直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个人尊严是很重要的 对 你要真说 鉴定伤情 那你说是什么伤情呢 对 但是 但是就个人 侵犯个人尊严 我们从来这个罪就很轻 对 是吧 包括你侵犯名誉权 哎 精神上你受点伤 咱很 咱这也挺粗糙的 对吧 对 就不用心理治疗 凡过几天 他觉得你时间过了就好了 也不会特别去注重罪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想这个大爷已经五六十岁 大爷 他还有这样子的意识去说 哎 我要报警 我要干嘛 我可能还有办法控 但如果今天是发生在14岁以上 就是说还是小孩子一点话 他可能受伤 他连他连自己被发生 他可能都还不知道 嗯 你说就这个法律 现在咱们就能听见一个响了 咱们节目就曾经说过 就说美国的那个 我那天看见一个新闻标题啊 美国的那个灵虑 就是几个女孩子 误辱一个女孩子 终身监禁呢 终身监禁呢 那你你说人家就是说 你不是说他受了多大的伤 而是说你这种行为 你把他拍的脱光了 你这么拍他 你对公民个人构成极大 侵犯个人尊严 大爷心灵受伤了 这个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清楚 这件事情因为太戏剧性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哈 他会引起这个司法 这个条例 就中国大陆 你知道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 一个主要罪行的定义的修改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强奸罪不仅只限于女性 这个会引起 如果将来出现这个改变 而且这个第一 你实际上是解释不通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你说他任何别的罪 你套不进去 第二 你跟国际接轨 这个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 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在定 而且他们也是 这也是个渐渐变化的过程 因为人类对这些的事情的行为 你要回过头去再看整个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对于强奸罪的定义的变化发展 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啊 你仔细去看 简直笑死人 比方说在古罗马 强奸罪是什么罪你知道吧 财产偷窃罪 哦 他把女人当成 女的就是另外一个男的的财产 我去欺负了那个女的 对不起 我偷了你的财产 以财产偷窃罪论除 哦 日而 那要是他这个财产 自愿跟人私通呢 财产自己走呢 财产怎么可以有自愿 财产没有自我意志 他不拥有他自己 我到你家里把电视机搬走 我说这个电视机自愿跟我走 我到你 我们不讲电视机吧 我把你家里的那个小松鼠 那个小狗拿走了 我说那个小狗是自愿跟我走的 我还是财产偷窃罪啊 哦 就是他不属于一个人 不大喜欢 我prefer当一个人 不要当一个物件跟财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还是财产 没有 我老แล裏 我没有 那 财产 我 那 McK 被 我 我们是保护大业隐私的啊 我们把那个果棚 那个那个 那个作案的那个地点 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打马赛克 对当然了 你看这个在下边看 这个 反案现场 你说这个这个嫌 这个嫌犯 哎呀真是够呛 你再看下边 这是就是这个这个 很很很凄惨的啊 大爷的这个背影 其实你想想吧 好多人当笑话讲 但是呢 你沉下心来想想 是挺惨的 对啊 而且你看他在一个非常乡下的小地方什么的 大家一认这个果园 大家一认都知道是谁 你知道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我就想有些时候就是 哎 有些人真是不要脸啊 就是说强奸 你见过强奸那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 嗯 经常有这样的案 到一家里偷东西 看一九十岁老太 他下得去手啊 你说这是 这不是下手啊 但我觉得他想什么呢 你说这些人 这是 这是可能是一种 就是一种病吧 身体不能自控吧 就他当时是进入畜生模式 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 哎呦 真是 但是你看啊 咱们刚才讲这个立法啊 确实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 你看那天我就总讲啊 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道德 我现在越来越琢磨啊 挺有意思 因为啊 我们是一个模糊哲学的一个文化 中华文化呀 对于很多事情啊 它是一个模糊的 模糊当然自有它的妙用 但是你看到了今天社会 你就哎 我问你 你比如说中国对同性恋 包括中国官方对同性恋 究竟是什么态度 你说不清楚 是一个模糊状态 对吧 你说不清楚 你要说开放 也可以说它很宽容 你要说它解人 也可以说它 它完全不能让你端到桌面上 它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但是它好像也不愿意说明了 你看像这个 为什么强奸案的受害人 不可以是男的 因为它有连带的问题 我觉得 除了传统思想以外啊 就是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你有了一 别人就会呼唤二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首先你承认性行为 是可以男人和 对男人发生的 那么接下来呢 同性恋这个事情 就会要求你是不是也能说的 同性性行为 也得把它端到桌面上 你讲的对 你的意思是 同性婚姻 也要把它端到桌面上 假如说男的 强奸男的是一个罪 那么如果不是强奸 是他们双方情愿的 男的跟男的的发生关系 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呢 这个就是一个灰色地带 对 你前面讲的那种情况 其实是非常多出现的 你去讲江边的那种情况 我在美国也碰到过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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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玩笑啊 刚到美国的时候 终于有 终于有受害人 出席我们节目了 你们要打马在客吗 这一集 没有没有 很简单很简单 心灵阴影啊 面积有多大 一点不会 一点不会 说出来你们就知道 一点没事 刚到芝加哥的时候呢 你知道他们有一些 这种性商店吧 那都好奇嘛 就跑进去看看 他有这种放video什么 结果呢 你在那个视频 旁边就有人敲 木板敲 敲了以后呢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但后来呢 就发现 其实隔壁是有个男的 但有个男的呢 他假如说你是同道 比方说你是 喜欢同性的 性爱方式的 不用恋啊 同性的性爱方式的 你有能够接受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呼应 但你不呼应 逃走了 后来我就逃走了 以后好奇 回头看啊 回头敲吧 他会回来 不是啊 回头一看 亮仔啊 黄头发 黑的T恤 一个白人 邱老师你刚刚那个 一直后悔到如今 不是 我当时在想 我想 就是他干什么呢 这些人干什么 后来我在想 香港也很多这样的地方 香港就是 也还有人专门写这样的作品 做这样的社会调查 因为这个群体 其实是被社会压抑的 所以逼到他们 男女的 要做这些事情 他们到夜总会去 他们到公园里去 到什么什么 那些男男的那些人 什么 公共厕所去 对对对 台湾也有 就是那个228纪念公园 那边的话 就是在台湾 我们就说 他就是同志的那个 他为什么要跑到228 这么有觉悟的地方 就都在那 你得说 大部分 听他们说调查也是一样 大部分 并没有这种犯罪倾向 他也是 事态一下 你像 而且他很快会 知道你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也就是放弃 你的意思都是给社会逼的是吗 不是 走到像那个果园大爷那种 那是太极端了 但是正因为如此 我们要严格区分 我觉得就是要严格区分 强奸 跟男性之间的性关系 是根本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我认为这个要在法律上的 这个话题 你觉得你可以聊吗 我们都聊得来一半 我突然想起来 女女的怎么很少听说这种事 多了去了 有吗 强暴啊 应该也是有 应该也是有 只是爆出来的比较少 其实涉及女性的通常会 会更保护一点 会更保护一点 其实我看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很惊讶 哇塞 大家对这个细节辽若指掌 可是你去看女孩子的 或是涉及女孩子啊 儿童啊什么 你反而会非常保护受害人 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不可能是 但会不会有女的说 被女的抢奸了 这样会不会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 对 只要是你违反 只要你违反了这个 即使它是你的 maybe你是同性恋人 它是你的另外一半 但是它那个法律条文里边 有非常具体实际的规定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东西 进入到生殖器 口腔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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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符合这些条件 你看过去啊 这个胡适就说过一句话 他是为了安慰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女的 很多女的被强奸了 然后就自杀了 觉得民杰被侮辱了 就就叫死了 不不活了 胡适啊就很开明 这是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被强奸的女的 你们就想 其实呢 这就像是给人打了一拳 那我们下次 我回来 我回来 我说他打的地方不一样 差别 很大 胡适是为了做心理安慰 就想不到适得其法 但是胡适了 倒很符合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 没错 故意伤害 故意伤害 就是打了一拳 哇 我说战士打哪了呢 故意伤害 而实际上大清律律里对强奸的罪 他有规定 要求非常严苛 女的要怎么样才能证明你是被强奸的呢 就是你要证明你要从头到尾 没有一刻放弃过反抗 那太累了 太累了 你不问 最后我会起立 所以判不了 所以后来都判不了 而且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主张女的在没有成功之前 跳河自杀或者撞墙或者怎么样 这个叫猎女 这个是名誉最高的 在纪念碑的顶端 就是在这个强奸队的时候 他其实第一个概念就是很重视女人的贞结 对而不是她的个人的尊严而与否 所以他认为女人的尊严 应该最看重她的贞结 恶之思想 世界是大嘛 对你知道对这种强奸犯罪 我脑子里 我能留下的最早的记忆 你们台湾人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当年有个印度电影 你记得吗 那个插曲叫奴隶 奴隶 对 就那么一个歌 奴隶 叫奴隶一个美丽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被那个恶霸给强奸了 然后电影的那个表现是比较含蓄的 就是一个手就像你说的 开始一直在反抗 到最后 卡 我就知道 啊 这个大清利率 强奸罪 不成立 不参灵良心了 你毁了我的奴隶 强奖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其实你刚才说的 就当年这个李银河博士啊 他做过这个调查 我记得他都有个结论 就是说 正是因为我们对于同性性行为的这种压抑 不允许 所以才让很多城市的公共厕所 成为这么一种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个性欲的发泄 对 因为他也没办法 正正经经的去 公开的谈恋爱 去用你认为合理的方式 满足他的性欲 对他来说 他只能像做贼一样 所以说在 说难听一点 他早期还能花钱 对 他这个欲望还连钱都解决不了 对 很多时候就是在公共厕所或者公园隐秘处 弄完之后 两个人跟做贼一样 看正脸认识都不认识 黑着脸就走了 对 这种行为的发生 其实这样也蛮可悲的 他也是一个人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想说跟别人一样 公开谈恋爱 找一个伴侣 只是因为可能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去承认 但是现在好像没问题啊 他们花了那么几十上百年的精力就把这个问题建在基本解决 现在不仅 现在他只要你双方是正正当的恋爱 你还可以结婚呢 台湾我觉得相比之下 是不是还可以啊 台湾的话 我觉得是台湾在这几年的进步很多的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讲一个就是 比如说张慧妹好了 比如说他开演唱 他就会把彩虹气放出来 或者是说你看比较一些指标性的人物 比较像蔡康友 他就会很真正告诉他说 我就是已经出柜 我有个固定 上回蔡康友在那哭了一笔 对 就是所以说 我觉得在台湾社会 他已经慢慢开始去接受这些 大家愿意讲出来或站出来去 就算我今天不是 我也很愿意赞成你去追求你的权利 像我有一对非常非常好的那一种 就是他们可能大学交往 想说十几年的一对男同志 然后他们就自己白酒自己结婚 然后但他们就会觉得说 当然他会希望像美国一样 我可以在台湾就结婚 我们有一个名正眼神 但也许是不行 所以他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去为其他人 或为未来去争取他们的权利 其实呢 同性的这种情爱关系 跟异性的情爱关系 其实一样 异性的情爱关系可以是非常高尚 可以是美满婚姻 但是也可以是很恶臭的 对不对 一个生意 或者是一般的强奸这种 对呀 同性其实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在厕所里 像到果园大业 但是也有非常 我们知道有名的作家 对不对 都有这样的故事 我们大家对张国荣 照样非常热爱 对不对 但是我就想到这种事情 在中国可能 如果这个灰色进一步明朗的话 比较麻烦的是军队 监狱 你想的可真多 军队跟监狱啊 是最常发的领域 你知道 那不是果园啊 在加州啊 有一个他是 他本身就有就是女性的倾向 他是男生 他是犯人 然后他在男性的监狱里面服刑 但他里面痛苦的不行 就像你说的 就是各种的侵犯啊 什么什么 最后是加州政府最亲这几期就说 OK 我付钱让你去做变性手术 你做完变性手术 你换到女子监狱去服刑 哦 就在男监狱里面待不下去 对 他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在那边活下去啊 因为他在那边受到的灵虐 不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那种 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 那就是说监狱里有很多故意伤害罪 哎呦 你知道 就是我们去那个哪啊 我就讲过吧 去新疆啊 看一个养鹿的那个基地 正是鹿的那个发情期 好 你说这个都是人 不是啊 都是人了 都是鹿是吧 待遇 哎 一边他就说我们要选出最优的那个种公路 这一个公路啊 一堆母路 因为这种好啊 嗯 他就有点过渡 你知道吗 但是另外又到一个栏里 就是 哗 就上百头鹿啊 都是公的 他们没有母路可以交配就关着 然后那个厂长就指着其中一个 说你看 这个鹿最惨 这是二椅子鹿 但是歧视性的称呼吧 就是我们北方人家二椅子就指着那种 有两套生殖器官的 嗯 有两套 双性人 双性鹿了 双性鹿了 他说这都是发情器 他就关在这间公公路里 所有的公路 就真的也是惨 我也是觉得很同情啊 很同情啊 是吧 所以说你说 哎 你能谈这个话题吗 哈哈 哈哈 好纵如针摘的一个话题 但我觉得确实 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信 大家谈的都会比较少 或者是比较害羞 但其实很多的事情是 你也许把它摊开来说 或者是把它的明确度出来 所以其实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或者是去避免 避免因为太多灰色地带存在 伤害到别人的权 我跟你说 我说一句啊 平常不敢有人说的话 就是美国加州那边投票的时候 同性婚姻的时候 有一些华人的家长 他们有一个论调 就是他们非常担心 就是他们说 我们不歧视同性恋 可是他们认为 这要是大张旗鼓了 就是完全成了一个时尚了 对吧 他担心他的孩子本来不是 被忽悠进去 被忽悠进去 我跟你说 我亲耳听一个大学里的 一个男同性恋 就说 他说呀 只要什么功夫好 是吧 我就能把直的给掰弯了 你说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意思 就能把这个异性恋 给调讯成同性恋 那么就咱就真是不知道 这个里边的道德了 但我估计这个部分应该是 就比较在感官层面上 如果你真的说 OK 他们是要有恋这个的部分的话 还是最后 可以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觉得说 大家说可以把直的掰弯 这我觉得 估计是 就是把它变成 你看变成性 就好像就觉得是比较 比较 比较 这就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